用天然方法治疗脚跟骨刺 当你的脚经常处于压力状态时,脚后跟可能会出现肿块,这就是所谓的脚跟骨刺,这可能会导致疼痛,并让你无法穿某些类型的鞋子,例如高跟鞋。 在这篇文章中,我们会告诉你如何用天然的方法治疗脚跟骨刺。 什么是脚跟骨刺?当肌腱碰到脚跟骨头的地方发炎时,就会形成脚跟骨刺。 它会以点的形式挤压脚底,这会产生很大的疼痛感,特别是在按压或长久站立之后,也被称为哈格伦式变形,Hagland Deformity,特别会影响经常穿高跟鞋的女性。 症状通常出现在早上,或者休息后行走时,脚跟骨刺的主要原因是 压力,不合脚的鞋子,剧烈运动,体重超重,走路姿势不良,经常久站。 脚跟骨刺很容易能检测,除了肿块会持续成长之外,触碰脚跟周围的区域,或移动脚后跟的肌线时,都会感到剧烈的疼痛。 还有另一种类型的根骨骨刺,足底筋膜炎,这种症状会导致脚趾肿胀,可以经由X光来诊断。 用运动来治疗脚跟骨刺。 虽然用运动来治疗听起来可能很矛盾,事实上,必须加强脚跟的训练,同时缓和一下,以避免更剧烈的疼痛。 做伸展非常重要,不但在症状出现时要拉伸,这也是一种预防疼痛的方法。 练习 1 坐在椅子或床上,双腿伸直,脚趾应该尽可能往下压。 然后,脚趾向天花板,重复这个动作。 10 4 练习 2 或者,也可以将脚踝 360度旋转。 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。 每只脚至少各做。 10 4 练习 3 另外有效的练习是站在墙壁前面,垫起脚尖。 这种练习是让脚踝去支撑身体,以加强脚踝的训练。 练习 4 有些人会使用小球,例如网球,来练习和治疗脚后跟。 赤脚,将球放在脚底。 脚底对小球稍微施加压力,并随住小球做圆形或横向移动。 在晚上睡觉时,患有脚跟疼痛的患者会使用睡眠脚步固定器,Night Splint,这种设备能让脚伸展,并让足以筋膜得到充分休息。 在白天,则可以使用特殊的矫正鞋垫,可减轻疼痛并矫正骨质钙化的现象。 因为鞋垫上有一个柔软的部位能缓冲走路的力量,不过这种鞋垫是定做的,应该向医师做进一步的咨询。 在运动之前进行热身非常重要,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受伤,或防止让原本的脚跟疼痛变得更糟糕。 穿合脚的鞋子也非常重要,这也适用于不运动的人。 用自然疗法治疗脚跟骨刺。 运动,伸展,矫正,可与自然疗法齐头并进,这些方法的功都能是减轻疼痛,改善脚跟疼痛患者的生活品质。 苹果醋,这种成分对脚的健康很有帮助。 简单将一颗棉球浸泡在醋中,然后用棉球轻擦换布。 另一种方法是水桶装满温水,然后加入一滴醋,将脚浸泡在水桶里直到水冷掉。 第三种方法是将苹果醋倒入喷雾瓶中,然后喷在鞋垫上,穿鞋子时让脚直接接触鞋垫,不要穿袜子。 冰块 如果疼痛的时候,你需要设法减轻症状,用冰块冰敷是个好方法。 将几个冰块放入塑胶袋中,然后将其放置在换布。 你也可以直接把脚放入装有冰块和冰水的水桶里。 浇黄 这种橙黄色的作用,一般用作使用色素和调味品,对于减轻疼痛和发炎也非常有效,这对脚跟骨刺特别有用。 这是因为将黄黄素化合物的作用。 姜黄黄 姜黄除了可以入菜之外,还能添加一点水,形成糊状物,然后用这种糊状物摩擦换布。 3. 盐巴 盐浴可以减轻发炎,让双脚放松,因此如果你需要长时间久站,或穿住不合脚的鞋子,建议使用盐巴来治疗。 每晚回家后洗个盐浴吧。 亚麻籽 亚麻籽有不同的使用方法,例如压碎。 将少量的亚麻籽用布包好,然后稍微加热。 将其放置在换布,然后交替使用冷水和温水浸泡换布。